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潘光峰,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上期节目我跟大家聊了我心中的十大集的手 那么这期节目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心中个人最喜欢的十大乐队集的手 这个全新的系列节目,纯属娱乐,片面主观,仅代表自己个人的喜好 如果这里边没有你的信都好 也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和弹幕里与我互动 分享你自己心中的Top10 作为一个85后,我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听摇滚乐 当时正值摇滚乐风靡全世界 所以我个人对于乐队那些启蒙都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些经典的摇滚乐队身上 随着后来对于音乐的深入以及学习 逐渐才开始了解音乐的发展历程更根源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我喜欢的这些人都是受什么影响 开始有了自己对于西方流行音乐发展的一种认知 但即使是这样依旧很难摆脱我的主观与情感因素 所以其实在排今天的这个榜单的时候 我内心也是非常非常纠结的 音乐其实是人们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不应该被拿来比较甚至比赛 但我的这个榜单没有排名 从他们的名字首字母A to Z这个顺序为大家呈现 这十个其实根本就不够 让我说出来我最喜欢的乐队机的时候 最少能说出30到50个来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十位是我自己个人感情最深的 也是影响我最严重的心目当中的吉他英雄 那好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我最喜欢的十大乐队机的手 第一位Angus Young来自于ACDC 1955年3月31号出生于苏格兰 即使不听摇滚乐 不看乐队的小伙伴 也肯定会在钢铁侠那个电影里不止一次听到过他们的音乐 对于我来说Angus Young直接就等于Gibbson SG ACDC在我心中无疑就是Hardrock的代名词 最痴迷他们的就是那个音色 直到现在也是所有录音悔音都在追求的摇滚乐的最极致的音色 我们不是在做还原音色的系列吗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一定去想办法试着还原一下它那么经典的音色 随着时光的消失 这些老摇滚们确实都在逐渐的陨落 在咱们的有生之年咱们一定是挨个的看着这些传奇 逐渐离开我们 这是每个人都早晚要面对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可能的话 咱们一定还是要去现场 去看看心中这些最喜欢的摇滚传奇 我最喜欢的十大乐队集的首第二位 Chuck Schrodinger 来自于Death乐队 1967年5月13号出生于美国 2001年12月13号 因脑癌去世 想必有很多朋友应该对这个集的首不是那么的熟悉 但是这个人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就是我的神 当时太痴迷他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摇滚乐都一直是全世界最风靡的主流音乐风格 在摇滚乐之中又有很多的细分的分类 比如说heavy metal重金属 那么从重金属又逐渐的开始演变出来了 像激流金属等等 Death乐队 他们所引领的死亡金属 你可以理解成一种亚文化当中的亚文化 但实际上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非常风靡的 并且在重型音乐圈里 这个乐队有神一样的地位 他们甚至就被称为死亡金属的开山鼻祖 我是逐渐的在上小学上中学的过程当中听着听着这些音乐 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越听越重 这个长相又英俊的 弹级的又好的 又能写又能唱的级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这样的人都命徒多舛 特别的可惜 Chuck本人是一个犹太人的后裔 在他9岁的时候 他的哥哥去世了 当时他的父亲为了安抚他 给他买了一把级的 但是他一开始不喜欢顾电器的后来直到有一天给他买了一把电器的以后 他就开始疯狂的练习 然后开始玩乐队 他的学习成绩也非常的优异 他人品也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真正玩非常极端音乐的人并不是分世嫉俗的 只不过他们用了不同的表达情感的方式而已 说到重型音乐这块我想起曾经一段往事上中学 当时有一本杂志就叫做重型音乐 Pank killer 那本杂志当时应该是卖20块钱 然后我每天呢没有个一块两块的这个生活费 我妈给我 我基本上都把它攒下来 不是买点磁带呀 买点光盘呀 就是等着这些音乐的杂志发行了 保刊厅去买 大家知道那些摇滚乐队 尤其是重型乐队 永远都是长头和皮夹克 牛仔裤 有一次我妈就说 你是不是拿这个钱去乱花了 干别的了 因为他觉得我这次买的这本书他见过 因为他们长得都很像 后来还把我打了一顿 我那回挺委屈的 但是现在想想 特别能理解 我妈 他肯定是为了我好 怕我学坏 我最喜欢的十大乐队集的首 第三位 Dembeck Daryl 来自于Pantera 1966年8月20号 出生于美国 2004年12月8号 被枪杀 说起的Demian 绝对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乐队集的首 尤其是在Metal这个领域 很难有人可以超越他 如果你看过他的表演视频 简直就是惊为天人 而且从他的演奏当中 我真的学到了特别多特别多的东西 可我产生了很多启发 我想如果不是我听过Pantera的音乐 听过Demmy的演奏 我可能会一直沉浸在摇滚乐和金属乐那个领域 不会对律动产生那么大的兴趣 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有那么一年两年里边 我每天晚上都是听着Pantera的那张Cold Boys From The Hill入睡的 这个乐队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了成立于上世纪的80年代初 但实际上真正让它开始走红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张专辑 从90年开始和他们同时带的大多都是激流金属乐队 但是从他们开始开始有了什么Power Metal 甚至到后来像Groove Metal这种分类 比如说像后来的Lambo Of God Demmy真的是太好了 他的趣事太器具化了 和烈农一样就是让人极其的悲伤 太可惜了 这样的人都太可惜了 大家看咱们今天的这个乐队的榜单 就确实发现这些人比上次咱们介绍的那些人燃烧的还厉害 太可惜了 我心中的十大乐队吉他手第四位Eddie Van Halen 1955年1月26号出生于荷兰 Van Halen是一个荷兰裔的美国人 他的Van Halen乐队1974年在美国加州成立 他在摇滚乐史的地位 在吉他界的地位 甚至可以比肩Jimmy Hendrix 但是我没有把他放到那个榜单里 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他更应该出现在乐队吉他手的这个榜单里面 因为他真的太摇滚了 他的音乐 他的吉他动静 不听摇滚乐的人也一定都听过 比如说像小黄人的电影里边 比如说像在Michael Jackson的音乐里边 你都一定听过他的吉他手 我会的为数不多的点弦 也是Eddie Van Halen的那一段点弦 真的太伟大 太传奇了 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了 其实这些音乐人 他们都是在很小的时候接触音乐的 Eddie Van Halen小时候 也是学弹钢琴的 我最喜欢的十大乐队吉他手 第五名 John Fushente 来自于Red Hat Chili Peppers 1970年3月5号 出生于美国 大家学习音乐的途径不一样 一开始听到音乐的途径不一样 他非常喜欢那些vintage的音乐 红辣椒乐队 我想大家都特别熟悉了吧 1983年成立 John是第二任的吉他手 前些年退出了 去年又回归了 红辣椒的演出终于又能看了 鼓掌 他其实也是音乐世家 他爸是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的钢琴的教授 他妈妈曾经是一个歌手 所以很多这些人 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就有音乐天赋的 他真的是从小在很小的时候 他就开始接触这个东西 开始听耳濡目染 这个环境和影响真的特别重要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红辣椒的鼓手和bass 但实际上在我心里 鼓手和bass不能或缺 但是John才是红辣椒的灵魂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有的红辣椒 那些演出 我都没去看 因为没有John 我想很多小伙伴一定懂的 我最喜欢的十大乐队集的手 第六位 Nuno Battencourt 来自于Extreme 极端乐队 1966年9月20号出生于葡萄牙 1986年极端乐队成立 不用说了 Nuno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吉他手之一了 我受他的影响太大太大了 也是从他我开始真正了解到的funk音乐 太多的把那些funk的元素 运用到了他自己的摇动音乐和重金属音乐那边 在我小时候 我甚至还一度染过和他一样的黑色的指尖去模仿他 真的太帅了 Nuno也是一个音乐世家 他们一大家子人都是玩音乐的 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那一个 好多人好像对他的这个兴趣向一直有一些疑惑 我自己是没考虑过这问题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不重要 通过他的音乐 我能感受和学习到的东西真的就太多了 在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多乐谱 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听他的音乐去扒起来非常难 但是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推荐你可以去扒一把no no 扒一把极端乐队的音乐 会对人有很大的启发 我最喜欢的十大乐队集的首第七位 Paul Kuber来自于Mr. Big 1966年11月6号出生于美国 Paul Kuber可能是今天咱们这个榜单里的技巧方面最出动的 在我心里几乎没有他演奏不了的东西 就像一个奇怪的机器人一样 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我喜欢Mr. Big 喜欢他在Mr. Big里边创造的那些音乐 尤其是前三章 他所编配的那些吉他真的太奇妙了 就是我完全想不到电吉他在一个流行洋舞乐队上 可以有这样的作为能编出好听的 听感特别奇妙的 又极富技巧和创意的这种吉他编配 而且他的演奏真的非常的精准 并且他很会教 如果你看过他曾经的那些Young Guitar的教学 你就会发现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教育家 这个就是非常难得的 大家知道很多人能弹好 但他并不一定会教 应该是前年吧 我也很有幸看了一次Mr. Big 号称最后一次的巡演 真的特别的感动 还有一个关于Mr. Big的特别遗憾的 就是我最喜欢的摇滚过手 Petrope去世了 太遗憾了 没有看成他的表演 那年来谜底演出 我没去城 特别遗憾 Mr. Big在我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我最喜欢的十大乐队集的时候 第8位Ritchie Cosa 同样来自Mr. Big的乐队 Ritchie Cosa1970年2月3号 出生于美国 应该很多小伙伴都知道 我特别喜欢Ritchie Cosa 我甚至买过他的签名款的吉他 我的那首《错过》里边的 Clinton都是拿那把琴弹的 虽然在Mr. Big待的时间不长 但是通过这个机会 我认识了这个人 开始了解他 我也听他自己的音乐 看他自己的表演 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在这些乐队的吉他手里 他是极其一种不同的 从很长时间以前 他就已经开始不用播片了 全都是直播 在他的这种演奏方式里面 尤其是在电吉他 拿直播的这种演奏方式里面 学习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并且他真的是这些吉他手里边 唱歌唱的最棒 他唱歌唱的太好了 自己能写自己能唱 弹弹又那么棒 强烈的为大家推荐 他的Trill 前些年在东京的那场演唱会 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看一看 他年轻的时候是那种帅 就是可以光膀子 有肌肉的那种帅 英俊的小白脸 老了以后 现在又是那种 哎呀 反正就是迷人 反而我喜欢 我最喜欢的是他乐队吉他手 第九位 福云 来自于东京事变乐队 1978年10月7号 出生于日本 这也是咱们这个榜单 至今为止 年纪最轻的一个 并且唯一一个来自于亚洲的 黄鲁人的吉他手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 极其热爱东京事变这个乐队啊 这个名额给他呢 我一点都不纠结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太有格性 不止在表面上他的着装 他的用心 而是他创造的动静 就是不走寻常路 又好听 很吸引你 东京事变这个乐队2003年成立 福云并不是第一任的吉他手 他是第二任的 从2004年开始 接替那个前任吉他手 直到后来 前些年东京事变解散 但是在今年 东京事变又宣布重组了 咱们又有机会看到 周明灵琴和这四位极其喜爱的音乐家 在一起的表演了 大家期待一下吧 有机会 咱们一定要去看东京事变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梦想 以前赶上的都是周明灵琴个人的表演 你可能能见着归田 能见着福云 但是你见不到东京事变 就这五个人的编制 现在有机会了 如果再有 我一定去给大家拍vlog 怎么样 终于来到最后一个了 我心中最喜欢的十大乐队吉他手 按字幕排到最后一个就是 slash 来自于 Gensen Roses 枪花乐队 1965年7月23号出生于美国 枪花乐队呢 1985年成立 slash也不是第一任的吉他手 后来加入的 1996年他退出了 前一年又回来了 这些故事不需要多赘述了 我给大家讲讲我小时候 关于我跟slash的那个关系 听枪花是从一张VCD开始 我上一集里不是说吗 我小时候回家中学的时候 就回去练英格威梦 其实在弹raising force之前呢 我需要把sweet child oh my welcome to the jungle 和东德快 弹一遍 我才练raising force 尤其是那场东京的VCD啊 到最后我都看的 那个盘面滑的都看不了 反正每天基本上看一遍 他就是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 那就是摇滚乐的魅力 弹的教父啊 弹的rolling stone的歌啊 solo的表演啊 talk box啊 挖音啊 都在我的记忆里 历历在目 而且那会儿的 exy rose真的好帅啊 slash永远看不见他的眼睛 掉了一根万宝露 光上宝 我前两天看了一眼 他近些年 就是还是光着膀子 还行 他还能光着膀子 但是就已经变成雾花了 反正 虽然在上大学以后 我就很少听他的音乐了 但必须说句实在话 在我小的时候 slash的其他演奏 真真正正的影响过我 好 那咱们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儿 依旧还是那句话 纯属于乐 如有雷同 实负缘分 如果这里边没有 你最喜欢的 肯定没有 我知道 肯定没有 你肯定喜欢那谁谁谁 对吧 那你就把它留在评论 或者弹幕里边 咱们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每次一提起摇滚乐 提起乐乐 我就特别开心 因为我真的是听摇滚乐长大的 特别喜欢摇滚乐 无论是提到他们 听到他们 就觉得好幸福 一下时光就回到了从前的日子 想起了很多从前的往事 下一期呢 要为大家聊聊我心目中 我最喜欢的被子手 好好聊聊 被子手那点事 好吧 那么咱们的这一期节目就到这儿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 关注转发 一键三连 爱音乐爱立东 爱分享 重新定义我们与音乐的关系 我是潘口风 欢迎你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 喜欢音乐的小伙伴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